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 入境的根本原理是什么 打 前人言沉去静自显 又言六根清静方媒道 逐渐约束停息六根 无感和意识妄动 则原神自然显露 这就是入境的根本原理 入境后身心经历了哪些变化 入境之前 入境过程中 最终入境后一路行来 身心又经历了哪些具体的实际的变化 答 入境之前 时神着圣 杂念分歧 入境过程中身心的经历大致有这么几步 一 时神反圣 杂念反多阶段 原因是因为入境不得法 用意识驱赶意识的缘故 二 昏沉散乱昏昏昏欲睡的阶段 原因还是因为入境不得法 用意识驱赶意识以至于神皮的缘故 三 撞门阶段 不碰南墙不回头 就像跑五千米的人累坏了 自然就再也不想跑了 人为的 劳神费力的入境次数多了之后 偶然的就再也不想做脑力劳动了 于是偶然的放下了 于是偶然的入境了 偶境阶段的身心体验是 我终于休息一次了 很舒服 很轻松 但是由于偶境通常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学者也往往不明白为什么能偶然入境的道理 因此偶境常常不稳定 往往是这一次境了 下一次就不一定了 四 摸门阶段 偶境次数多了 学者自然就慢慢误出道理了 于是当杂念再起时 既不会跟着他走 忘记入境了 也不会提起精神跟他斗争到底了 而是冷眼旁观 如同闲看云聚云散 他来由他来 他去由他去 反正我不参与了 摸门阶段的标志是 每一次静坐都能入境 摸门阶段的身心体验是 宫中 时神渐训 杂念渐少 宫后 神冲气足 到这阶段 神经衰弱 失眠能彻底痊愈 五 洞畜阶段 由于身心渐静 平时感觉不到的身心活动 于是就渐渐浮现出来 于是学者会自觉宫中 五感特别敏锐 于是各种动畜渐次发生 在这阶段不能对任何动畜感到惊奇 害怕 喜欢 留恋 而应 他来由他来 他去由他去 反正我不参与的对待 如果能以如此态度对待 则各种动畜会自然的依次的从无到有 然后又依次的从有到无 最后一切归境 在这阶段 一般的疾病都能渐渐痊愈 六 初境阶段 当所有动畜停息后就进入了初境阶段 其实所有动畜彻底停息的实质是无感停息 意识泯灭 胃病的人早已习惯了胃酸分泌不足的胃环境 这时如果猛然地给他改善胃酸的分泌 反而会使他不适应 同理 对于从来没有体验过无感停息 意识泯灭的常人来讲 他很习惯无感朝涌 意识起落的身心环境 反而对无感失灵 意识泯灭的身心环境感到非常不适应 因此 当终于走到无感失灵 意识泯灭那一刻时 他会感到特别的莫名其妙的恐惧 这就是前人戏称的初夜恐 七 见性阶段 出境经历多了 熟悉了 自然就不害怕了 于是就逐渐进入了见性阶段 见性阶段的标志是星光显露 需要注意的是 所谓星光一直发生于心地的 无感混同的 没有大小的 没有方位的 不知道在那里的光 而不是那种眼前的 只有光感的 有方位的 有大小的 能知道在那里的光 虽然通过观眼前之光可以导人入境 从而最终地验证到心地之光 但究其实质 那种眼前之光 依然只不过是一种动触罢了 见性光时 虚视生白 在修道人的主观感觉上 就好像黑暗中醒来 突然发现天快亮了一样 明明是黑夜 但修道人却觉得屋里是亮的 因此祖师们对见性光的描述还有一句话 黑地引针 的确在黑暗的地方可以穿针 这可不是比喻 而是实际的身心笑眼 另外 由于心地之光是没有方位的 无感混同的 因此到达此境的修道者 能同时看到上上下下 前前后后 里里外外的东西和动静 到那时 修道者才能彻底的明白 为什么阴可以观 到了见性阶段 修道从此就算是真正入门了 虽然以后还有功夫 但修道者已经可以自己修行 而不用试试请教师傅了 那么我们再说一说什么样的状态才能算得上入境呢 要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态 功夫深浅不一样 所以个人的体验必然不一样 但一般来说都有一些共同的真相 一 神志方面 修行者处于似睡非睡的状态 但绝不是昏睡 正常的思维处于停止状态 唯一线灵明毒药 换句话说 思维处于感觉阶段 虽然对外物有所感觉 甚至连绣花针掉地的声音也能听见 但只是感觉没有逻辑思维 水平如静不起波澜 如果修行者感觉到自身消失 与天抬一 那就是入境的较高阶段 二 呼吸方面 修行者几乎忘却呼吸 这时的呼吸较平常呼吸更深 更缓 更匀 更细 好像一根丝线 不松不紧 不折不断 有时修行者感觉繁息停止 出现胎息 也就是人的肚脐呼吸 或者出现皮肤呼吸 皮肤吸气时有凉感 呼气时有热感 不管哪种情况都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 一切顺其自然 三 体感方面 体感方面最重要的是气场感 修行者能够感觉全身周围形成一个气场 真气与天地之气浑然一体 浑浑顿顿 恍恍惚呼呼 也就算初步进入了入境之门 继续练下去 修行者感觉身体无限扩大直至消失 有的感到气血蒸腾 丹田部位真气跳动 滚动 流动 身体发热 发光 或者感到身体发青 发飘 升入天空 或者身体发沉 深入地下牵杖 四 深层意识方面 入境到比较深的层次时 天目学往往还会出现各种景象 如见神灵 如闻重鸣 鸟叫 异乡扑鼻 家人如画 多种山川美景 亭台楼阁 历历如在眼前 这些都称之为魔景 修行者必须稳住心神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保持心静 不起波浪 进宫主要以坐姿为主 当然也包括卧姿 但卧姿只是在修行者身体太弱 实在坐不住的情况下采用 一般人尽可能采用坐的姿势修行 坐的方式有平坐式 散盘式 单盘式和双盘式 这些姿势也反映了功夫的深浅不同 初学者以平坐式为宜 这样四肢舒畅不受压迫 有利于入境 随着功夫的加深 修炼者必须逐渐过动到盘腿式 特别是进入高层次的法门时 必须以双盘才能出功夫 如果你想要入境 有以下几个方法 一 呼吸入境法 呼吸入境法又称随吸法 也就是意念集中在呼吸上 随呼吸上下出入 以达到一念带万念的方法 对初学者来说 呼吸入境法是一个方便法门 呼吸入境可以只注意吸气 而呼气不着意随之而出 也可以只注意呼气 不注意吸气 或随呼吸上下出入 二 一手入境法 这是最常用的入境法 一手的穴位主要有上中下丹田 会阴 命门 勇拳 一手法的优点是容易聚气 得气较快 但缺点是火候不容易掌握 三 体感入境法 修行一段时间以后 全身经络都已通气 这时体内出现各种感触 佛家有八处之说 即动 氧 轻 重 凉 热 色 滑 实际上体内的感觉不止八处 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会完全相同 归纳起来最重要的感觉 是真气在体内发动的感觉 如真气的流动 窜动 跳动感 还有全身通气时真气的颤动感 类似通电的感觉和气场感 还有真气生发时的热感 总之 修行者可以细细地体会这些感觉 仔细地在全身搜寻这些感觉 不知不觉 也就把各种杂念排除了 从而达到入境的目的 四 口诀入境法 各门派都有相应的口诀 默念口诀是帮助入境的妙法 语言本身就有暗示的作用 特别是世代相传的口诀 经过各代师父的传授 更是具有特殊的信息 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关于入境 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